月季 春天的花 叶子的反面常常有红尖 就是这样用接染的办法 一般接染的笔叶 水分少一点好 少一点好 它把绿叶带出往前走 如果水太多 就往回冲击了 就是这样的花法 好一种叶子呢 还有一种叶子 像这个叶子 花的时候 它是分染了草绿 那么 也可以平涂草绿 淡草绿 咸一点 偏黄的草绿 平涂 这淡彩的总的效果呢 就是说透明的 所以颜色呢 照着颜色的下边 它有原来分染染的那个底子在下边 能看出分染的效果呢 所以这个颜色要透明 我上次跟大家说 如果用我们买的那个藤黄 调这个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藤黄更轻一下 就是把它的沉面去掉 用它那个透明的部分 如果是很稠的 很稠的 和起来 它是不透明的 就很不好看 这个杆子 也是 比较红的 就是春天的时候 这个杆 它是从 上面有红的 特别是阳光这部分呢 它是红的 那么画的时候呢 将它红去接一下 这湿的时候 趁湿的时候 那么 可能有一边接的多一点 里边可能接的少一点 里边呢 就是比较绿 里边绿 靠外边呢 是红一点 有时候我们在最后呢 还拿红颜色 或胭脂 或属红夹 这是 再勾的一次 这样使它 现在就更 更好看 更漂亮 因为这个花卉啊 它 它不像那个 山水 它是近景 而且呢 都是开的花很鲜艳的 所以要这个颜色呢 也要 比较单纯 比较漂亮 啊 山水啊 它画的一个 啊 一个小树 就是很大的一个大树 很丰富的啊 所以一般画山水的时候 颜色要沉着一些 啊 换点画呢 倒不是说一定要不沉着啊 就是它本身比较鲜艳 啊 颜色呢 要求比较干净啊 但是要求是 典雅啊 也不要打红打绿 很窃 啊 窃缩 但是呢 要求一定要 很干净 很润色 啊 它花的那个盛起勃勃的 那个感觉要画出来 这就是淡彩的画叶子的方法 这是一幅黄色的牡丹 黄色的牡丹呢 在白纸上染呢 也是效果不太好 因为黄跟白很接近 所以呢 我这个用花青呢 嗯 把它整个让那个蒂子啊 让那个蒂子 再把花花的吐出 那么叶子呢 我就一直用墨来分染的啊 可以用墨分染 就是墨叶子也可以啊 如果呢照草绿的也可以 我这个办法呢 是正面是墨染 反面呢照了淡草绿啊 还接了点这个褶红啊 我们着重的说说这个黄色的花头 黄色的花头呢 是藤黄啊 前外分染 白粉向里分染啊 如果薄薄打成白粉底子也可以啊 那个如果是 白粉外里分染啊 藤黄外分染也可以 总的白粉到这边要薄 因为白粉厚的 这个不好染的 容易霍泥啊 那黄藤黄染染到一定程度以后啊 那程度以后啊 我们感觉啊 这个花啊 这个花叫 瑶黄啊 牡丹的花 它这个花尾的身体 就变成那些小的花瓣啊 很多熊尾的小花瓣 那么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觉得还是有点平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可以啊 在这花的哪个啊 花瓣的根部呢 我们用这个 褶褶啊 褶褶和胭脂啊 两个盐子把它调起来啊 在很深的地方啊 就好像这个黄花的影子这个部分 我们用这个颜色提一点啊 不要染很多 染很多 就不像黄花了 但是根的地方染一点点啊 染一点点 它就伸进去啊 感觉这个花啊 这个深度 要不然因为黄颜色本身的这个色谐啊 它比较浅啊 在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在啊 就是 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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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勾一点以后呢 把它 用水笔 让开 勾长太远 基本就在勾 勾这几个 因为我们看到黄花啊 有的时候 它勾里呢 伸进去 很深的啊 这种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一组啊 这种染力厚 大家看 是吧 花枝这部分呢 就有比较大的浓然对比啊 就深浅对比啊 这样的话 这个花呢 就比较深 那深入进去的那种立体感就加强了啊 这是黄花的一种处理方法啊 是 是 是 何